- 出席音障礙與音障 四人收得好 就會啊 要怎麼 看錯 兄弟啊 長齁 我放了的時候 生死叫我去掃便所 我去的時候 阿明一直叫我才會回去 我就說我要掃便所 他說 沒關係啦 老師不知道 而且他還要請我吃冰 所以 我就不去掃便所 跟他去掃討 我知道是我自己不對 但是請你不好老師知道 我沒有去掃便所 後來這樣 我一定會再聽聲聲的話 阿門 阿明在說 只要記得 相對就會答應我們的要求 這樣我就放心了 欸 老師好 搞音啦 老師啊 你找我什麼事啊 對 你知道我是怎麼要找你嗎 是怎麼 你知道 人是不是沒有掃便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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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掃啊 嗯 但是你的長蛙 說沒有看到你 你說白癡喔 我 我 我怎麼有說白癡 真的啦 我沒有騙你啦 喔 這樣是怎麼有人看到你 跟阿明去吃冰咧 我 我 我 做不到 事情 沒有要緊 但是你不怕認錯到不對 你這樣說白癡 心不好喔 喔 不好意思啦 先生 我知道啦 記憐有處 這句話 你每天都要去跟我掃便掃 知道嗎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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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啦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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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幫我教 叫我祈禱 我就一直把上帝這樣祈禱 不要老師知道 後來我會教 結果也是去用廚房 好 有夠帥啦 你說什麼祈禱 阿米每次叫我在吃飯之前也要祈禱 都沒效啦 你知道嗎 他叫我祈禱的時候 他說 喔 廚啊 感謝你給我 很好吃的便當 我把便當藏起來 結果他又祈禱說 祈禱你怎麼找不到便當 在那祈禱的時候我藏起來 你看好笑嗎 有好笑嗎 哈哈哈哈 因為我 我也沒要信主了 也沒叫祈禱了 都沒效啦 不要信主了啦 對… 信主不如拜拜 我阿嬤給你講 有拜有博比 待會兒 哎呀 嗯 這邊要給你們解釋 來來來來來 我們一個很要緊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 我們最初在選擇信用的時候 我們就說 多一個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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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厲害 我就來對多一個信用 所以當然信用就變來變去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應該這樣說 我們一般的民眾 社會大眾 對到什麼叫做信用 其實並沒有很了解 我們最初是 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請某一個生命 給我保備 所以最後的好處 都我們在拿 所以如果這個信用 給我好處 我現在暫時給你信 兩天如果另外一個信用 更厲害的時候 我就去信百姓 這這樣其實是不對啦 但是也有些很高興的人說 哎呀 阿嬤 你們這個基督教是不錯 但是喔 我就已經信靈了一個宗教 所以我現在不能改了 那就像我已經嫁人了 我嫁人了 嫁人了才對得到你 你好 不然我就嫁人了 太慢了 所以我抱歉 我現在不能改了 其實不是這個觀念 我們這都是錯誤的觀念 第一種是可以隨便換 那是錯誤的觀念 第二種不敢換 那也是錯誤的觀念 因為那都是我們對信用的看法 是不對的 什麼叫做信用 信用是一個人 對求真理的一個過程 真正的信用不是一個宗教 我今天拜一宗 明天再拜一宗 或是拜託一宗 不是 真正的信用 是在我的生活中 我要過一個什麼樣的生活 那才是一個真正的信用 如果這個世間有真心 我相信當你如果找到他了 你根本就不會去煩惱說 我以前拜的信要怎麼 你絕對不會這樣煩惱 因為你如果真的感覺這個是真心 你一定會相信這個真心 他有辦法幫你處理 其他你所做到的事情 他自然會幫你處理 什麼其他人的事情 那都沒有我們的事情 那個真正的信 他自然會去處理你以前所拜的這個 我們說的假信就對了 如果真的只有一個信 你相信這點就算 我相信這個不會變成你的困擾 因為我們說 這個信用跟結婚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結婚我就結婚了 我就先結婚了 再看到別人我就不能再改結 這個當然是很合理 但是信用不是這樣 信用是 如果你如果真的覺得這個才是真的 根本你以前拜那個信就沒有存在 根本那裡不是信 根本就沒有那個信 他是結婚他是信 你結婚他是信 你現在已經找到一個真心了 所以你現在拜真心了 那個結婚就沒有很勇氣了 所以這個不是困擾 所以如果有朋友說 我如果來信你的基督這個信 我以前那個信不一樣轉 如果說這個圍的人代表這點 代表你對這個聖經裡面的信用 你這樣又不清楚 因為你如果有清楚的時候 真正有清楚的人 真正要信的人 他哪有可能會不會 真正的信的人就是代表 他現在的頭腦已經很清楚知道 這個真正的 剩下的 剩下的 既然跟這個剩下的 你怎麼會去煩惱那個剩下的 你剛才都沒有這個困擾 我們人一定是追求一個真正的 我簡單說 我用一個譬如 我相信你會比較了解 以前你如果拍一個片 你吃某一種藥 吃很久很久 都沒有什麼好 結果朋友介紹 你來吃另外一個藥 你吃完之後 很有效的 這個藥吃完之後 這個正頭都不記得 這個藥吃完之後 賠償好起來了 請問 你怎麼會煩惱說 我去吃這個新的藥 我怎麼很對不足 那些困的藥 你這樣想不 當然你買 困的藥要怎樣 困的藥就等掉了 因為那對你沒有效 那對你沒有效 你如果說 我新的藥吃吃吃吃的 想說 其實困的藥比較好 不然我不要吃新的藥 我也再去吃困的 你如果會這樣想 就代表這個新的藥沒有效 就是新的藥沒有效 你不只走回去找困的 新的藥如果有效 你怎麼有可能 回去吃困的 我用這個譬如的意思就是說 有人說 我新的藥所 我如果會會怎麼做 你如果新的藥所 如果會會代表什麼 代表你病不清楚 你究竟是你自己有信 其實你沒有真的信 你根本還沒有了解這個信用 因為如果真的 真的有了解這種信用的人 他如果已經知道這個就是真的 他哪有可能 說我沒有想 這個不合邏輯 這個藥吃得很有效 你如果說吃得很有效 我沒想要吃 哪有可能 一定是沒效 你不知道沒想要吃 不然就是有副作用 你不知道沒想要吃 如果這個信用是新的 你哪有可能信心 就說我沒有想要 我沒有想要 像我們剛才在演的那段 是怎麼沒有要信 是怎麼要合會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得到一個 我們想要得到的好處 我們要得到的好處 我們頂不到 你就覺得阿基道不合 這也不合 那也不合 信那也不合 是怎麼不合 因為你並不真的了解這個信用 因為我們對信用的關聯是相互 我們只不過想要 找一個信替我們服務 所以這個信服務不好 我換一間 這樣可見 你對這個信用 又沒有真正的印象 所以這個真正的信用就對了 他不是在比到哪一個信比較厲害 不是 這個真正的信用 是你已經很清楚知道這個信用裡面的告義 你很清楚知道你在信什麼 所以一個信主的協會的人 代表什麼 代表他並沒有真的很清楚他的信什麼 他信一個基督教 但是他並沒有了解這個信用 他並沒有了解這個相對 他並沒有了解信經 如果真的了解這個信的人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協會 所有信之後 阿協會了 這樣我看你就對頭信了 你如果說我信之後協會 我告訴你 其他教一個好處 你如果信之後協會 請便 你要離開 沒問題 還不用賠錢 還不用就要簽名 還不用寫什麼報信書 還都不用酒爪 不不用 你沒有要信做你沒有要信 因為要信不是本來就是每一個人的主意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所以我現在跟你說的重點 不是說你信了協會要怎麼 你如果信了協會 就是代表你根本就不清楚你的信什麼 所以信了協會了 一定要討信經 其他就是 你要知道 你在信什麼 知道你在信什麼 就不會協會 就很簡單 這樣 應該很清楚了吧 嗯 這樣我知道了啦 這樣我有想清楚 我才會信 對 這樣對 這樣也是一步 如果這樣的時候 整個你信太清楚了 你這麼決定 你要信 也是不信 不怕你問 怕你不問 你怎麼可能 你懶得 你不怕你 那怎麼可能 你捉轎 你不怕你 你不會 你不怕你 你不怕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